跟水有多老 就剩老一人 還不知羞恥誇口說要養我一輩子 養我一輩子 養我一輩子 獨家450天婚姻獲取首露面 Makio控訴修夫主因 郎會消失 我就是片上船 蛤 船 船上船 對 一扎也得 醒了 太高了 7月14號簽字離婚的Makio 以39歲單親媽媽的新身分 接受三里娛樂新聞專訪 談談這半個月來的心路歷程 給你從決定到區辦手區 有花很久時間 5天吧 5天真正壓倒 你的最後一個報告時間 聯絡不到他 他就是回這一句 就是他在裡忙 媽媽會跟我講 過了差不多8個小時 9個小時都沒有回 有人間震報不見 我一直覺得很信實 Makio去年5月代求嫁 醫美股東小金 貌似幸福甜蜜 一切都是幻覺 假的 原來小金是搞消失的慣犯啊 剛結婚的 差不多中間吧 他也有一次就是 消失了4天 突然進來的時候 我是跟幻覺在視訊 他就突然婚了 我說 回來了 然後說 賺了什麼電話給我 他怕我生氣 你怎麼沒有人 不如他先生氣的那種 直接通告我 假如說遲到了 我就擺車 大家都覺得 那一招 你懂嗎 對 對 他媽媽還有什麼胖姐 還有我們 就是說 你也現在有家庭的 你還是要提接電話 不能像以前 就是說 也不是男女朋友 對 但是不見證都無所謂 可是你現在有家庭的 你是一定要接個電話吧 他就說好他會改 他之前也有提過想要離婚 他先提離婚 但是我是想說 為了小孩 就是這種話就是 都不要講嘛 努力看看嘛 試試看嘛 那那個時候就 變成就是 爭吵比較多 說是為了小孩 前夫眼中 其實好像也沒有小孩耶 因為我都是在帶小孩 因為他有跟我講說 他不帶小孩 他一點 他不幫忙的 就是回來 他就回他自己的房間 然後就開始玩電動 不是說不能吵到他嘛 對 他要睡覺嘛 對 所以我就 就跟小孩一起睡 然後小孩因為他天使 他救了我 因為我才不想跟他睡 對不對 我要怎麼一起 馬基歐甚至說 去年在遊艇上被求婚 是誤上賊船 因為我以為是 只是公布男生女生而已 沒有要接 對 但是我那個船還沒有回去 回去還有一段路 你知道嗎 還是得答應 答應 不要不能下船 要是不會 也不會啦 體驗過 跟我想像的 是完全不一樣 不要說 大家都說我 也有問題 世人不清的他 賺錢的能力 倒是很強 他拒絕跟前夫要善養費 接下來要繼續 直播賣衣服 上通告 賺男生錢 拿起來也亂 找不到人 哎唷 拿不到 我跟你講 開這個條件 是沒意義的 那就都不要 還要吹 還要跟他有千層 但是千層二斤會比較好 可是身份證 就是後面已經乾淨了 三立娛樂新聞 再生一個小孩吧 報導